跟大家更新的是西甲那邊的情況 昨晚禮拜日,王馬巴塞分圖出擊王馬主場巴塞作客 兩隊球都首先失球 王家馬德里的那華斯又派交了 其實他派交之前也在禁區頂犯規 在禁區外面犯規,其實紅牌機會很大 其實出的時間不好,而且頂漏了 雖然對手沒有碰到球 雖然雖然,但其實那華斯都警漏了 所以其實對手都可以追回 那那華斯的身體真的阻擋了進攻球員的路線 其實應該是要被罰球 兼且是有機會紅牌 但球證就網開一面,都不是叫網開一面 是不是叫犯錯呢?大家可以回覆我的 另一個就是那華斯的大犯錯,就是派交 好,球球其實他已經擋了 但球也漏了,龍門進入了 也反映了,其實那華斯的冷靜度是有問題的 其實近年他的信心我都發現有些動搖 所以為何古徒意思不斷傳到熱烘烘來皇馬 我都相信是空月來風未必無因 可能斯丹亦都需要去到夏天的時候 真的找回一個頂級門將 才能夠組織到皇馬、皇朝 巴塞那邊的罰球是來自高波的 馬斯查蘭努解圍叫塔喬 敵在很近的位置,敵斯塔根那裏 要立即決定是要附出來還是接的 但問題是這麼闖絕的時候 我選擇不怪這個門將 畢竟馬斯查蘭努那個是踢得不準 可以說是塔喬的解圍 其實這個球要評論來說 很可能馬斯查蘭努可以先用身位 得住對方的進攻球員 而這個球其實周邊都未見有對方的進攻球員 門將都可以有機會出來沒收 所以只要他得住對方的進攻球員 其實這球未必是會輸球的 有時作為防守球員 其實有時球未必是這麼重要的 他人才重要的 他人才有辦法踢球入網的 所以其實這次他如果得住身位 可能是一個好的決定 不過我都說這球球其實是電光火石間要決定的 所以是難處理的 所以要跟馬先生說聲 這球真的這球是很難處理的 結果兩隊先落後 但有不同的結果 黃家馬德里 我覺得他們之所以能夠反擊 我覺得這個貝迪斯 那個處理場賽事的做法 有些問題 我覺得貝迪斯應該是守後一點 不應該去到下半場都依然 還是比黃家馬德里有很多反擊的機會 雖然黃馬反級入球 那球球是來自各球 但是其實他們一直都被黃馬有反擊 其實黃馬都三分四次有機會 是有些很黃金的機會入球 所以其實那無論如何 你是給了太多機會黃家馬德里 亦都是這場賽事 貝迪斯一個比較錯誤的做法 那就是巴賽方面 其實我都講過 就是你如果踢三中堅主攻 其實很大機會被人反擊的 那這場賽事其實我們就是見到 拉科魯尼亞是很多反擊機會的 而且是真的 是眼見有幾下 是真的可以入球的了 即使他們去到最後入球 都是憑借著角球 那巴賽那邊呢 他們打三中堅 那就前面不斷攻不斷攻 他們今天都是想打身後的 但是我很明顯看得到 就是拉科是有備而來的 相信是看過錄影帶 知道那個情況 知道他們那個做法 那拉科可能都會知道 其實他們這樣全攻形 但後面只有三個中堅 反擊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當然其實他們都會這樣做 那他們做出來其實都叫銳利的 都叫OK的 那結果呢 其實只可以這樣講 不好意思 巴賽呢 他們那個進攻來講呢 是前的 壓得前的 那所以整天都要衝回來 就是救家 追回一些反擊 是浪費體力的 是浪費體力的 那所以呢 當你的體力也都不夠 上一場球呢 對著巴賽 其實你一定是用了很多的 是體能呢 才贏到巴黎呢 是吧 巴黎講的 那所以巴賽呢 在這場賽事呢 如果整天前面又要攻 後面又要射回去防守呢 那去到防守角球的時候呢 當然就是會有不夠體力的情況出現 我講過了 不夠體力呢 你彈跳力又差一點啦 你的決定能力又差一點啦 你追人的敏銳度 警覺性都會差一點啦 那所以其實 去到最後呢 就是反映到比數出來啦 巴賽呢 就輸球了 王家瑪德里就贏球 那就 真是一個贏一個輸都叫六分 差了六分的啦 那這樣的話呢 王家瑪德里呢 就現在呢 就領先巴賽兩分 亦都是打小場 那接下來呢 黃馬對著巴賽呢 就黃馬都是主場的 不是下一場 是接下來的賽事 那所以呢 就是黃馬那個優勢呢 是明顯的 在西甲 那所以呢 為什麼有人問我 就是黃馬又輸球了 又和球了 那但是問題就是說 巴賽又贏球了 問題就是為什麼 我都是stand for黃馬今年 拿西甲的機會大很多呢 就是因為巴賽其實 那個問題是幾大的 啊 即使呢 他們是處理了巴黎的賽事 大問題就是說 其實三中堅狂主公 是真的會出事的嘛 結果真的又出了事啦 那就認了我呢 就是前一個禮拜講的事 OK 那所以為什麼就是這樣 那去到最後呢 其實你又要讚回黃馬的 他們又落後 但是他們又可以入球 為什麼我經常都想起 99年的曼聯呢 因為曼聯呢 很有趣的 當年99年的曼聯呢 有個別球員的實力呢 是不好的喔 那 加利利維利是經常都派交的 所以呢 他會因為個別球員的實力呢 經常都先落後的 跟黃馬這次一樣的 又是拿華斯經常都派交 搞到黃馬要先落後 但是對方真是有能力 有辦法執行 不是按到制去反初回 反級回 為什麼我經常都想起曼聯呢 因為黃家馬德里 個別球員有問題 體力有問題 但是他們都能夠贏一波 所以 他們真的有點像呢 是99年的曼聯 現在看一看呢 黃家馬德里呢 歐聯的精情是會怎樣的